我问各位一句 1月13号我们究竟选总统还是选马桶啊 我们选的是总统 民进党干的都是马桶的事 是我看过最不要脸的一个政党政府 为什么 我的小老弟就是播报了八国联军之一 就是郑文燦东宫太子阿燦 阿燦去搞了八国联军 他来到澳门去干八国联军的表子 那我的小兄弟就被查水表 一个表都是一样的字 一样的印 好 各位晓不晓得 你民进党有多么的肮脏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这位小兄弟去了中正一分局 然后呢警察告诉他 说你下个礼拜那你再来 那再来的话 他说检察官他要找你 好 结果呢 他到了台北地检署 我现在公开指明 台北地检署 你传讯一个被告 你传讯一个关系人要不要传票 要不要 当然要啊 好 检察官把他请到征讯室 他说那你晓不晓得今天要开庭 各位去看看 他讲的 他说你毁谤了郑文燦的名誉 你干的人家的表子 你还说那你不能讲我 你不能报道 毁谤郑文燦的名誉 我想这个人就是新潮流的大阿哥 这个大阿哥天天这样子搞 你说我们这个政府肮不肮脏 除了肮脏以外 我再告诉各位 进了真心思以后 他是说你不是用国安法来办我吗 现在又是妨害名誉 你申讯他的时候是用国安法 有国安局的人在旁边 那现在送到地检署 我跟你讲 中天庙口开讲重要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们一骂以后 他就不用国安法移送 拿掉了 拿掉了说毁谤民意 差很多 这个差很多 我们东宫太子 阿灿他有什么名誉可言 那你去嫖那个八国联军的人 大家通通知道 众所收支之事不必举证嘛 阿灿自己承认了嘛 对不对 只不过他在嫖的时候 我真后悔一件事 我应该站在他旁边看的 人账俱获对不对 好 这个因为我没有办法站在旁边看 你们阿灿 东宫太子阿灿 新潮流的少主 他到底有没有怎么样的嫖 那我没有看到 所以呢我不敢乱讲 但是有没有嫖 你阿灿那你知道嘛 因为阿灿心里有数嘛 心里有数 他告的是防害民意 他告的是后半段 前半段不告 那个什么不告 没有告 我现在告诉阿灿 你用下半身干 你就叫人家 前半段那我承认 那我下半身干 我就不承认 因为你不可能站在他旁边看嘛 对不对 他现在就要举证 那我的下半身是什么干法 这个是郑文灿嘛 新潮流的 对不对 其实 我不想开黄枪 我也为什么 因为一个是前半段 一个是后半段 他前半段认了 我有去玩八国联军 可是后半段 他就吃定别人 说你没有站在旁边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嫖 孤男寡女 共主一世 我用诚实中的一句话 叫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好不好 那郑文灿可以告吗 那你就问陈思聪怎么连结的 对不对 对 那你民进党这些人 陈仲燕他也是想 那我承认我有召计 我有嫖计 但是陈仲燕就是下半段说 你有看到那我怎么干法吗 老子就是蛮干 对不对 就是民进党就是喜欢蛮干 所以他前半段通通不讲 他讲的是后半段 是下半身 所以民进党是用下半身思考 没错 这种政府要不要推翻 这种政府要不要推翻 我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民进党政府干了别人 又要叫别人出钱 然后呢花了一百五十四万 对不对 那个是法院公正的对不对 对 好 你拿了别人的钱 你又拿了好处 你又用下半身思考 到了最后还要告别人 这个就是我们民进党政府 还有第二个 检察官是防止诈骗的主力部队 对不对 他不发传票 就突然把 这个很有问题 这个很有问题 一定要先发传票 对啊 不然我是不知道那你是诈骗集团 你民进党就是这样子搞 他一天到晚在宣传诈骗 自己呢天天诈骗人民 对不对 对 所以民进党要不要推翻 要 好 刚刚施教授说 1986年民进党成立的时候 他刚刚好在美国 我现在告诉施教授 1986年9月28号成立那天 我 就在圆山饭店 哦 我可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那个民进党 已经不像 当年的民进党 对 我是一个外省人 那我太太是台湾人 嗯 我太太她们都是支持民进党 那我呢 施教授可以作证 我一个礼拜 帮阿宾 讲35场 一个礼拜哦 我讲35场 平均一天几场 平均一天5场 我晚上我就在赶场 我们这样支持民进党 但是民进党用什么东西来回那个回报我们 我跟施教授一样 我来X你娘嘞 哎哟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 好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 民进党用36个官司伺候我 嗯哼 就是因为 我知道你们的事情太多 嗯 就好比说 我今天讲到现在 文言讲了快要四个月了 嗯 亲帝阿 敢不敢告我 不敢嘛 没有耶 不敢告你了 他就不敢告我 什么事大家知道了 我就不再废话了 嗯 我也讲 他们家的伪装建筑 我现在告诉各位 他们家的伪装建筑 不是在半山上 嗯 怎么会盖到平地来 哦 原来我们的 未来的总统 有余公移山的本领 可以把他们家从山坡上 建到山坡下 各位晓不晓得 他们家现在在万里的 有什么 没有人住 但是有两个国安局的 嗯哼 天天保护他 嗯 国安局花人民纳税权 去保护他们家的伪装建筑 赖清德 他还给我讲的那么多 所以这个就跟 嗯 跟曾文燦一样的 嗯 究竟干了什么事 你干了什么好事 我跟你讲 民进党坏事说尽 他总有理由讲 对 这个是我看不起民进党的地方 对不对 对 好 你比照赖清德的 现在讲 说哦 证人不出庭 宽恒兄就有问题 哎 被告不出庭是很严重的事 对 三次不到的话 嗯 大概就要发 发这个 区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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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完才那个 通集 才通集 对 那 袁宽恒干了 杀人放火的事了吗 没有 没有啊 就是证人没有去嘛 好 现在呢 那你赖兴德家跟袁宽和一模一样 都是伪装建筑 他说这次那我爸爸留给我的 我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你爸爸留给你的是在半山上 不是马路上 对 这个就别更小嘛 我就直接骂他别更小 我就看赖兴德敢不敢告我 就是别更小嘛 你们家是半山上 难不成那你一共一山到那个山下来了吗 这个就是赖兴德 怎么可以选这个人当马桶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那我为什么想叫他马桶 他们不是叫马英九 他马的马桶吗 是不是 今天我就回信给赖兴德 马桶是你民进党讲的 你要告 请你去告民进党 不要告我 我只是引述好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 各位晓不晓得 我们现在不讲光电 我们看一个少校一个中校 对 可以贪污那个 那个情报作假 对对对 好 情报作假一千万 情报费可以贪到这种程度 到现在才发现 真的老公打过来的时候 那我看我们就算了吧 政府花了那么多的钱去养这些公务员 可是这两个公务员 我告诉你 背后都有背景的 只要你们家那有背景 我现在想 民进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民进党第一个叫别更小 第二个叫做脸不要 那你第三个什么都要 你第四个呢 不要脸也就算了 什么都要吃就是不吃亏 这个就是民进党 所以民进党他吃定了我们台湾的同胞 还有一个那我讲一点更那个什么震撼的好了 我现在公开讲 新潮流 你们到底搞了多少光电利益 刚刚那你讲十九家 我现在告诉各位十九加一 然后加一无限大 刚刚谢龙介讲的 他们讲 他说那个黄伟泽是谁的人 大家通通知道 他本来是新潮流的嘛 但是新潮流在台南是搞不过政国会的 所以他投奔了蔡英文 那等到他担任总统以后 黄伟泽必然又回到新潮流的身份嘛 没错 对不对 他们怎么搞 各位晓不晓得 就在我的家乡 各位猜猜 那我是什么地方人 我是外省人 对 对 我就在台南长大的 我台南的很多同学跟我讲 尤其北门 北门新峰啊 还有雪甲啊 那些地方 对 他是跟我怎么讲 圈地 一个政府可以圈地圈到这种程度 还有到屏东 各位知道 山地门看看 半座山全部铲除 要盖光电 光电利益那是谁的 我们猜猜看 我告诉各位 新潮流的 就是说新潮流 民进党每一个派系 看到新潮流这样子干 你又可以嫖 你又可以拿 你还能告 你还能下半身思考 有样学样嘛 你把台湾弄成一个什么样子 今天呢 我看不起民进党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还有 你民进党它还有一个 里面的寄生虫之多 里面的料碑啊之多 里面的老鼠之多 鼠多鼠不完 其中一家媒体呢 我不讲了 一年 多少 多少 老二哦 他不是老大 一年各个部会 五亿七千万 自入性行销费用 就是给某个媒体的广告费用 是五亿七千万 对 只有他有 别人没有 只有他有 别人没有 别人没有 那你说五亿七千万 他会不会给我们庙口开奖 你们说会不会 好 他不可能的 今天民进党的横行 今天民进党的嚣张 坦白说 他就把中天关掉以后 越贪越多 对不对 对 然后 除了贪以外 各位晓不晓得 他们现在是干什么 他们现在 民进党为什么今年选情不好 除了大环境以外 大家希望政党轮体以外 第二个 蔡英文什么时候支持过赖清德 这问题好啊 你们想想看 好像记忆里面没有 赖清德在上次台湾 久汉不语的时候 我们是跑到神明面前去求语 我们那天是在嘉义 我们那天是在嘉义 就非常巧 我们碰到了 赖清德那也在嘉义 结果呢 在求语过程当中 赖清德知道消息了 他赶过去 他是副总统吧 对 蔡英文旁边 一边站的是行政院长 一边站的是嘉义市长 赖清德在哪边 赖清德站在边边 请问他干这个副总统 他有什么尊严 我现在告诉各位 赖清德未必选得上的原因 就是我今天讲一个故事 本来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啦 本来高端的贪污啦 等等那些 是陈时中搞的嘛 没错 陈时中本来名列第一 被赖清德刷掉 对 然后蔡英文推荐的三个人 你赖清德一个都不用 所以今天就趁着蔡英文 跟赖清德之间的权力矛盾 我们推翻民进党 让政党轮替 好不好 好 我现在告诉各位 关了中天 新闻弊案出不来 我们一定要把政权拿了回来 除了让中天恢复之外 你更重要的 我们要清查民进党在任内的弊案 所有的弊案 一个口罩 他弹了多少钱 一个四季 就是我们的筛减剂 我的朋友跟我讲47块8 刚刚那个时候不是卖到350块 对啊 最高才600块 吓死人了 最高是620块钱 我的朋友就是在桃园卢族 专门做筛减剂的 卖到欧盟47块8 新台币哦 不是欧元哦 47块8 47块成本价 当然还要包含孕付费用 他只卖欧元两块钱 欧元大概一比38到40 对不对 好 这些钱摊到哪里去了 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的钱啊 我们老百姓花的钱 还要让郑文燦 东宫太子 还有民进党这些人 用下半身去干 这个就推翻他的理由嘛 对不对 对 那我没讲下半身干事什么意思啊 你们去问陈时中 什么叫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友好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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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 1月13号的时候 对 头宽恒兄 宽恒兄是我的兄弟 把他送进立法院 叫他查弊案 好不好 好 现在线上 两千几百人 我们希望增加 三节 让中天赴台 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 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辛苦 好 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